花莲市111年度宇文竞赛 7月6号起一连两天在筑墙国小举办 260位国中小的学子宇文会友 包含作文、金字型、国语、闽南语 以及原住民族语的演说和朗读 花莲市长魏嘉贤6号下午前往赛场 关切选手准备情况 施工所将领选优秀的选手代表花莲市 参加9月2号在华人国小的全县国宇文竞赛 往年9月举办的花莲市宇文竞赛 自111年起出赛调整为7月底前办理 7月6日7日一连两天在筑墙国小举行 比赛分为国小及国中组 约有260位选手参赛 分别进行作文、字音字型及国语、闽南语、原民族语的演说和朗读等14个项目 花莲市长魏嘉贤6日在筑墙国小校长孙东志陪同下前往赛场关切 我想宇文竞赛是在我们的国中小教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 那花莲市公所在每年在妥胜的规划之下都在筑墙国小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想在整个活动来讲都可以看到各校的一个全力以赴 那我也要非常感谢我们魏嘉贤卫市长 他在每年办理这样的活动的时候一定亲自过来关心 我想这是对于所有的参赛的小朋友或家长以及学校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那我们今天是花莲市的国语文竞赛 那我们也是整个花莲市的孩子来做相关的一个比赛 那未来也是代表花莲市到花莲县来做相关的一个征选 那我们也希望说每个孩子每个家庭除了平常在学习一些族语 还有一些写作写字的部分书法的部分 那在比赛的时候也能够把自己的长才展现出来 对自己人生的未来能够有更加肯定 那我们也希望说更多的家长能够关心孩子 那在花莲市公所的部分 我们今天也谢谢祝强国小提供场地之外 也提供很多的一个资源 那未来我们希望更多的学校的孩子们 都能够一起来参加比赛 培养自己的能力建立自己的自信 那花莲市公所也会不定期的举办相关的活动 欢迎所有的大小朋友一同来参与 市公所将在竞赛中领选优秀选手 代表花莲市参加9月2日在花莲国小的全县国语文竞赛 魏嘉賢表示 透过语文竞赛让孩子进一步认识语文和文字的美 并鼓励学生多写字 不论输赢重要的是过程获得的经验 市公所将持续推动语文教育 接着让邦彦华林士报导